這個這個土地資產 這個本來是台鐵很很重要的一個條件 為什麼 因為它有這麼多土地 原來可能腿路都比較偏遠的地方 現在都變成中心地方 你不用講 比如你光看那個臺北機場好了 基隆路有沒有 基隆路什麼東興街那邊那個臺北機場 那一大塊被文化部就化成什麼鐵路 什麼古蹟就完了 化了多少年了 現在真的有變成一個什麼博物館嗎 有變成一個像松菸一樣 變成一個博物館沒有嘛 這浪費國家的資源嘛 幾個人一開會就是古蹟啦 台鐵它因為公開機關也不敢講什麼 就古蹟啦 那個地方好好的規劃起來 是多少幾千億的資產 你現在都把台鐵這邊拿一塊走 那邊拿一塊 然後現在說你負債一大堆 它是負債沒錯啦 很多民間傳統團也負債 但它工廠漲房可能就漲價了 它可以平衡一下 台鐵不行 所以員工 今天我若是台鐵員工我也生氣 你是什麼意思啊 對不對 那34年來第一次全面停 以前也沒發生過 所以你交通部沒有責任嗎 為什麼到你手上就變成這樣的情況呢 那台鐵員工他是可以休假 他是可以不加班的 他甚至可以罷工的你知道嗎 根據勞工這個爭議法 他是可以罷工 只有兩種人是不能罷工的 一種是學校的教職員 台灣大概有37萬人 一種是國軍 打仗你罷什麼工 21萬加起來在台灣這58萬人是不可以罷工的 來明顯這件是兩個層次啦 第一個台鐵民營公司化 到底能不能真正解決目前台鐵的問題 第二個 這是涉及到政府跟你的員工的 勞資糾紛的問題 我這件勞資糾紛 我就想到蔡英文總統講過一句話 勞工是我心來最軟的地 那為什麼蘇貞昌講那一句 不要跟衣食父母作對 我都覺得說蔡英文總統的當初的講法 跟對勞工的承諾 跟現在蘇貞昌的回嗆勞工 完全是兩回事啊 我覺得我不知道民黨這些官員 可不可以回想一下 當初嘛政府在處理高速公路 收費源改成e-tech的時候 那些收費源是怎麼抗爭的 去台鐵車站靜坐 然後還去癱瘓高速公路 可是那時候交通部長 歷任巴巴馬政府的交通部長 從葉匡史歷任部長 都跟他們一如一時的溝通 當然最後的方案拖延到最後 民黨執政的時候才解決 可是要不要溝通 要啊 我覺得把心裡面最軟的那一塊 結果講成說現在好像說 你們就不應該罷共一樣 我父親當初在巴督站 做台鐵的員工 他是枕木工 我看他們搬枕木的時候多辛苦 那時候民國六合幾年 一個月的薪水八千多塊 養一個家庭是撐不起來的 所以多少員工那時候這麼辛苦 所以我覺得要公私化不是不行 可是要跟他們做好溝通 這個案子有沒有做溝通 顯然是沒有嘛 所以官會今天會起來抗爭 我覺得政府有相當的承認 沒做好溝通 才導致他們抗爭更強烈 第二個我覺得累火車化 因為我一個助理 他住花蓮他要回去 他現在買不到火車票 因為他上網訂 那一天我就完全都停死也訂不到 那他現在回去要怎麼回去 包括我查一下資料 上一次清明節 我們總共是14萬 大概接近15萬人 單天而已 不算來回 來回的話超過30萬人 那像這些蘇運 我覺得目前如果花冬 全部都用累火車 用公路接送的話 會不會塞車 你到時候那種毀堵塞車 要塞到破 這些問題有沒有解決到 所以現在做了演練 我覺得現在可能政府沒有超前部署 這些問題真的要解決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